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杂刊 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南极洲的专属所有权 几乎没有人踏上南极洲广阔的边缘 这使得南极洲成为了隐藏秘密的理想之地 今天我们将揭示南极洲最大的几个秘密 在1997年夏天 美国政府曾记录了有史以来 在太平洋海底的水听器发现的最响亮的水下声音 然而两个相距约5000公里的水听器 都发现了这一奇怪的声音 这种令人费解的怪声持续了近一分钟 并被记录为极低频率的龙龙声 有许多人猜测 这可能来自一种大型动物 并且十分强大 没有任何一种人们所知的生物 能与之相提并论 但这种怪声在1997年夏季过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了 在20年的时间里 这个神秘的声音一直是个谜 但后来科学家们对此有了新的答案 他们发现这种奇怪的声音 并不是来自未知的水下生物 而是来自巨大的冰山 当冰山发生裂纹或者破裂的时候 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而另一个南极谜团更令人费解 2002年11月 一个前往南极的加利福尼亚电影摄制组 冒险来到了无情的南极 结果全组员神秘失踪 没人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 后来美国派遣营秀队前往南极 寻找失踪的设置组成员 结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失踪成员 仍然不知道船员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们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一盒录像带 通过查阅这盒录像带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考古挖掘地的存在 而且这个挖掘地深入冰盖下近两公里 但无论他们怎么搜寻 也未找到录像中的地方 对于这件事情 目前仍未有太多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 目前的南极洲 只不过是一片辽阔的冰天雪地 到处都是一些可爱的企鹅 但多亏了化石技术 我们才知道 事实上远古大陆并不总是这样 在成为一个冰冻大陆前的大约260万年里 这里曾是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 充满了白厄纪时期的雨林 海洋动物 鸟类和恐龙 甚至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文明 那么科学家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首先是一系列的野生动物化石 其次是热带树木和树叶的化石 表明了以前雨林的存在 如果你搜索足够深 你会发现接近3000米的高山 但整个山脉都埋在一片巨大的冰层下面 当俄罗斯科学家记录到异常的重力波动 人们终于发现了它 让我们把注意力再转移到螺丝冰架 它是该大陆上最大的冰架 在某些地方 它的厚度接近300多米 但这并不是为什么它今天被提及的原因 人们发现 螺丝冰架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它可以唱歌 当强风吹过沙丘时 它的表面会产生一系列的振动 形成一个特别的旋律 但它的频率是人耳察觉不到的 只有通过地震传感器 才能发现到它 科学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才发现这种旋律 会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 多年来我们了解到 冰层远非南极洲唯一的物质 科学家们还在这里 发现了疑似陨石的物质 由于这里的条件寒冷干燥 它们被保存得相当完好 从1976年到如今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 就发现了2万多个地外岩石标本 但要找到这些陨石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宇航局曾资助的一个研究小组 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来寻找外星岩石的证据 但大多数时候 它们是天然的物质 南极大陆还有一种奇怪的雪瀑布 1911年 在南极洲麦克莫多干燥谷的泰勒冰川 地质学家第一次发现了一条 有五层楼高的血红色溪流 从冰层中缓缓涌出 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它的颜色又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答案 事实上 这种颜色是完全自然的 最初的想法是颜色来自红枣 但随后遭到了驳斥 后来科学家们解释认为 在地表下有河流 而它们的含铁量非常高 从而形成了这种令人不安的颜色 南极洲到底存在远古文明吗 我们无法得知 但一些奇怪的发现 可能可以带来一丝线索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圆圈 它的内部还有一个内缘 像是一个仪器的废墟 在10至13世纪的欧洲 山谷城堡是一种特殊的城堡设计 如果这个奇怪的圆圈也是这样的话 它将被证明是一个失落文明的证据 如今这个地方仍能在一些地图上看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判断 如今一个合理且可接受的解释是 它不过是一个在冬季结冰的浅湖 随着春天的到来 湖水开始部分融化 由于融化过程而出现冰裂缝 形成了这个奇怪的图形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于南极大陆 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